這位民眾在高雄一間知名的美食賣場買了果乾 沒想到回家享用紙記卷發現裡頭有一塊玻璃 嚇得他把這個畫面PO到網路 網友看了覺得很恐怖 民眾到高雄一間知名美食賣場買了一包果乾 打開享用時居然發現包裝袋裡有一塊玻璃 嚇得好大一跳 將食物和玻璃拍照PO網 8月16號購買吃到一塊玻璃 還好沒有受傷 有買此款商品的朋友請小心食用 蠻危險的有往往留言你是天選之人 有招攘那些就很離譜了你直接剝離 有時候吃東西不一定會很仔細看 然後你不小心吃下去也許會割傷喉嚨 剝離當然會害怕 衛生局事後派員隨機抽液業者這一款 從土耳其進口的無花果乾 衛生局初步牧師檢查沒有發現異物 但是要求業者需要加強查檢 如果品質不良應該立刻下架不得販售 賣場也發出聲明 此商品之後平均銷售數量約700個 經由賣場抽樣檢查並未發現類似情況 因為曾有類似的客訴事件 我們鼓勵會員儘速將商品帶回 一力瞭解實際情況與調查 我本身自己做的餐飲 然後我覺得就拿來退貨跟廠商翻譯這樣子 果乾夾雜玻璃一不小心就可能咬斷牙 如果查獲產品有危害人體健康的物質 業者恐怕將依違反食安法 處理新台幣6萬到2億元罰還 接著蘇一廷華文明 高雄報道